有观音菩萨就有办法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遇到危难 即是 一定要赶紧念观音菩萨 一定有办法 有个老人 他先生有天晚上突然窒息 快要死去一样 那时是半夜 他就赶紧大声念观音菩萨 喊救命一样 他孩子都出去了 家里就剩下两老人 你让他叫谁呢 只能大声念观音菩萨 过了五分钟左右 这老太爷就醒过来了 所以危难一来 怎么办 念观音 比如赶车 又碰上堵车 再堵下去 飞机都起飞了 怎么办 念观音菩萨 这时你又不能下车走路去 堵在半路 有什么办法 赶紧念观音菩萨 有的人会疑惑 念观音菩萨真的这模有用吗 各位 还真的有用 堵车了 你即有用吗 不如念观音 这个堵车赶车念观音的 我教很多人 真的有用 这叫不可思议 要有信心 不可思议 就是不是大脑思维的 我们都太聪明了 都用大脑思维很多东西 好像一切在自己掌握之中一样 不要有那个想法 我们更应该相信超越思维的东西 可是很难哪 这就是信心难得 念观音 要每天都念 最好拿一个小佛珠 走路 坐车 都可以念 这个不可思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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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